一些问题,就是类似像这样的,他查姓名 有没有,他一查姓名,他原来的资料位置,第一栏就不是姓名 所以他怎么查奇怪,怎么查都查不到呢 那道理很简单嘛,就是把这个资料复制一份 把这两个颠倒一下 然后呢,再到这边呢,查询的条件,就根据什么,根据姓名 那查的时候的范围呢,那就根据姓名的栏位 那就一定是在最左栏,那这样查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OK,如果说你一定要用video栏数来做查询的话 那记得,资料,他一定只能查第一栏 那如果你要查第一栏以外的栏位的话 要不就是用什么,用那个logan栏数 要不就是用别的方法 那不然的话,你如果真的只是要用video栏数 就请你怎么样 把第一栏就是放姓名就可以了 这样一定就可以查询,没有问题了 OK,这个好像同学常常遇到的问题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那再来呢,当然查询的方式呢 当然除了说,刚刚讲的用lookup,用vlookup 其实还有一个也蛮常用到 像那个用match加index 可是match加index,为什么比较少人用 因为它很麻烦 为什么?它变成要两个函数 先match的,再index 不过还是会用到,以后如果你要查资料的话 用match加index 其实可以做到很复杂的查询的结果 只是说,相对的公式也会变得很麻烦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好了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这一题改一下 查询的话,我不要用前面的vrun 我要用match加index 可是怎么做?一般 我发现这个函数很重要 但是一般书里面也没讲得很清楚 我们来顺便讲一下 那一样的请你把查询界面 再拖拉复制一个好了 那这边的话,也许你就把它改一个 比如说名称的话,改叫match ok 然后这个地方 多一个查询方法 那我一样是查编号好了 底下的话,重来 ok 姓名部分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查 那刚刚是用前面 那如果说今天希望改成什么 改成用插入函数里面的那个match加index 那特别注意哦 index要后用 要先用match match是什么意思呢 match先帮你找到位置 也就是说你先用match确定的话 他会问你说你value 一样嘛 lookup value就是008 然后呢 lookup array 就是array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范围在哪里 那我就切到我那个lookup 的这个编号的范围 告诉他 他就会帮我把008 在这个范围里面找到的相对位置 帮你找出来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回传 告诉你在8 也就是说在这个范围里面的第八个位置 ok 这个相对位置 然后呢match type 你可以是 在lookup函数 v2函数里面的话 是1或0 那他会多一个-1 好 那差别在哪里 反正0的话是完全一模一样 啊如果是1的话 跟-1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边好像有个说明 跟v3数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说呢 如果v3数 如果你用1的话 他会找到最接近的 但是呢一定要小于你要找的数字 小于哦 大于的话不会找 但是呢match的话 他会多一个就是说 01或-1 那如果说呢你今天 用的这边有一个说明 这个地方有三个 -1或0或1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用-1的话 他会找接近的 等于或大于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下-1的话 找接近的他会找 比你这个数字还更大的 但是如果你用1的话 他会找小于的 也就是说 他跟那个v2函数 还有个地方比较不一样 就这个 这个是v3数里面没有 v3数里面只能1或0 match多了一个-1 ok 这里的话呢大概先说明 因为后面 好遇到类似的状况 那我们用0就可以了 好 要完全一模一样的 帮我找到完全一模一样 按确定 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 告诉你是位置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我有位置之后 我要把那个位置的资料抓过来的话 必须要再配合一个什么 index 所以 match 做完之后 请你把公式剪下来 再插入一次 选用第二个 index 所以这个match加index 比较麻烦 就是要两阶段 好那这个地方 我直接引述的部分 直接按就是 row 加column 也就是说 在一个范围里面 的 row 列哪一列 蓝哪一蓝 哪一蓝 OK按确定 好 请你告诉我 你的 抓资料的范围在哪里 那我要抓资料的范围的话 就是在 这个lookup 而ray这边 请你把这边选起来 选这个范围 告诉他说呢 我要抓资料的范围在这里 请你帮我抓到第几列呢 就是 刚刚找到的贴上就可以了 match的列 因为match的话是往下找 找到的是 他的列的位置 然后 column指的是什么 第几栏 你刚刚选的这个表格里面 你要抓的是姓名 那姓名的话是这个表格里面的 第几栏呢 第二栏 有没有 这个 这个范围 这个范围 有没有 我现在选的是 这一个范围 index 实际上就是 给他一个范围 他帮你抓到 第几列 因为刚好八嘛 第八列 所以你告诉他这个 这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 其实就是刚刚match找到的 第几栏 那姓名的话是第二栏 一 二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你把你要的资料给抓回 这个是index的用法 不过其实真的 还有可能需要一点练习的时间 因为这个函数用 它很好用 它可以自动帮你去把资料带过来 但是呢 你可能要用的还蛮熟练的 不然的话很容易就做错了 好 那我们先把match做完 再index ok按确定 确定之后 那你有没有 抓出来 那如果说下面的总销量的话 其实也很简单 复制一下 取消 把它贴上 那要改哪里呢 其实就改3就好了 有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是 一样的列号 一样同一列 其实就找到相对位置第八列 的第三栏 所以你打勾 AMM就出来了 那这个也是这样 贴上 这个是第四 好 因此类推啦 但是就是 这个观念 跟前面的函数其实雷同 只是说 反正最重要还是 就把资料带过来就对了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那一样好 如果你向下拉 它一样会去change 好 这里的话呢 我想各位 试试看 分两阶段做 第一阶段记得用match match 先把它match到 这个编号里面找哪个位置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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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